俄专家,航母退役不如转卖。 近期,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称, 自俄罗斯唯一具备修航母的P-D50浮船物沉没以后, 俄罗斯航母的修理计划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 没有适合浮动船物的俄罗斯, 唯一的库兹列佐夫号航母可能面临提前退役的风险。 此前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称, 俄罗斯因为失去了唯一的P-D50浮船物后, 已经找不到适合的方式来修理航空母舰。 为此库兹列佐夫号航母可能提前退役。 不再继续修理,但具体是否会提前退役? 目前还未得到官方确切的讯息, 库兹列佐夫号航空母舰是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。 苏联解体后被俄罗斯继承。 其姊妹舰为瓦梁格号, 今天的辽宁舰,已经在中国服役6年。 进入21世纪后, 因为军费问题, 俄罗斯不仅仅没前建造更新的航空母舰, 就连库兹列佐夫号航空母舰都维护不到位。 到处秀迹斑斑, 作战能力堪忧。 2016年前往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, 更是在西方面前闹了笑话。 通过英吉利海峡时, 浓烟滚滚。 前往叙利亚还损失了一架苏33舰载机, 同时并未出动多少架次就回国。 返回俄罗斯后没多久宣布进行大修。 维修计划为5年。 预计2020年左右修理完成。 服役到2040年以后, 为俄罗斯海军担负起重要的角色。 而如今俄罗斯可能会面临计划停滞等问题。 一旦库兹列佐夫号航母无法修理, 提前退役恐怕只是时间问题。 如果库兹列佐夫号退役, 那么俄罗斯也将提前退出航母俱乐部。 至于退役后怎么处理, 其实俄罗斯专家也已经支招。 近日有俄罗斯专家表示, 库兹列佐夫号航母退役还不如转卖。 卖给有需要的国家, 那么谁会买这个单呢? 在笔者看来, 除了印度恐怕不会有国家有意向。 印度本身就是从买二手航母开始建立航母编队的。 同时印度现役的唯一航母维赫拉玛第二号, 就是购置俄罗斯。 1994年开始谈判, 2004年签订合同。 当时谈判的价格是航母送印度。 但给花钱让俄罗斯改装。 刚开始拟定的合同总价值为15亿美元。 不过到了最后印度发现上当了。 15亿美元, 只是一个开始。 钱拿去修的是俄罗斯SevMesh船厂。 而非航母本身。 最终俄罗斯以费用不足为由。 让印度继续掏钱。 这一滔就到了23亿美元。 时间上也一拖再拖。 直到2012年才交付。 时间拖延4年。 总耗时已经超过一艘航母的建造时间。 然而据有关资料显示, 印度在维克拉玛第二号航母上的花费超过30亿美元。 而且舰载机必须采购俄罗斯的米格29。 同时在后期的使用中问题不断。 先是航母关炉爆炸。 后是米格29舰在机前起落架设计缺陷。 可以说, 印度人对这艘航母已经失望透顶。 同时还被俄罗斯狠狠载了一刀。 如今在提及印度, 是否会买库斯列佐夫号航母这个问题时。 笔者认为, 印度不会买了。 因为库斯列佐夫号航母年龄超出30年。 状况令人堪忧。 买就是负担。 还要花巨资修理。 另外, 印度也在自己建造维克兰特号。 虽然速度慢。 但这对印度造船工业来说, 是一个好的时间机会。 总比买买强。 所以, 如果库斯列佐夫号航母无法修复, 那么可能直接会退役。 不要指望有哪个国家回来接手。 本文由新兴国际创作, 任何平台或个人禁止抄袭和转载。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。 祝。 谢谢。